現今的餐點外送服務越來越普遍 但位於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 卻沒有在一般平台的服務範圍內 而有一位熱心的同學開創了文化外送的服務 讓許多同學整天待在家裡 也可以方便的叫外送來飽餐一頓 就一開始我比較懶 然後所以我就原本要叫 UberEats還有FuPanda 就網路平台那些 發現網路上龍就 陽明山上都沒有 我就想到啊 自己創好了 一開始的話是司機的問題 司機就人手不夠 然後一開始衝的時候單用蠻多的 後來我是因為我還有一個共存群 所以我是在裡面有抓一些司機 就拜託他們可不可以幫忙 然後後來才慢慢抓了 234.23的問題 目前是沒有任何抽成 所以是 PV費的部分都是司機全部拿中 就我都沒有做任何抽成 像UberEats跟FuPanda 他們有收25%的那個 就平台費 所以我們這邊是都沒有收 就讓學生也比較 有一點經濟的理念 外送服務相對的有交通的危險性 老闆也選擇於一般外送平台的處理方式一樣 交給司機自己處理 當然一切都以安全為主 那除了讓教上的同學有很大的便電性之外 老闆也非常定外送跟著想 就對一些家裡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同學 就可以來做這些賺點外快 就可能做幾單 餐廳就不會來這樣吃 那如果是你們會叫這個外送嗎 就是假如是下雨天啊 或是你們不想出來買東西的時候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覺得外送下雨很辛苦 所以就不想叫 沒有啊 旁邊叫我可以吃 你們覺得這個外送對你們來說方便嗎 應該算蠻方便的 你知道有外送服務的東西嗎 文化外送 你說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Panda跟UberEat而已 對於來說你會叫嗎 如果你知道的話 呃...看他收的費用 收的費用 因為我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本身蠻常來學校 所以應該蠻少交用 到下雨天又覺得 好像交外送有點沒良心 所以 所以就比較少叫 對來說放過 會方便啊 如果是大家一起叫 如果大家都很忙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一起叫外送 我們覺得很方便 住在美時間的人很多 或是覺得下雨天交外送危險 因此都選擇不交外送 但是如果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交外送 不僅可以很難費用 也想對挺身的便利 老老闆的理念 也有為了情罕的學生著想 如果大家真的難得出門買餐點 或是覺得外面人幾人 我們外送是很方便的學生之一 好 好